不要再跪了 中游運輸輪在離港時疑似因為沒有抓好距離 等到船上人員發現已經來不及 只能眼睜睜看著船身撞上防波堤 強大的撞擊力道直接發出巨大聲響 船員們親眼目睹這一幕也相當傻眼 這麼一撞船身也直接被撞出一個大洞 這艘船是人員航運力屬中游的運悠船 8號下午1點多從高雄港2港口出港時 船體的右鞋船位不小心撞到港口的提口設施 導致船身直接毀損 當天是空船出航行進平常的航道士 卻不小心發生差撞 船東見狀也趕緊申請進港避難 暫時停靠在118號碼頭 該輪進港作業期間無發生 漏油及油污等情勢 另外確保港區環境及安全 高雄港部分公司要求該船及船代 於靠泊期間應注意下列事項 高雄港要求團體周邊設置燃油鎖等設施 避免船身漏油 不過運油船才剛出航卻發生撞擊意外 好在沒有人受傷 但是船體受損後續維修不是一筆小數目 港區提防的受損也要負起責任 高雄港後續會進行調查 對團中索討相關賠償 繼續劉庫洛 陳勝一場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